交通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 都是因为用路人过马路或变换车道时 总会忘记要多停看厅 桃园建体战资去年与龙华科大合作 研发交通安全VR游戏 近年又再度攜手推出三款虎口防撞手游 透过提杆闯关 让民众从游戏中习惯过马路前停看厅 我们特别结合了龙华科技大学的教授 设计了一套有关虎口防撞的一个软体 主要是希望路人在行马路的时候 可以慢看停注意周遭左右的来车 还有机车他在行驶的时候 必须打方向灯跟摆头 虎口防撞手游一共分为行人机车与汽车三个版本 游戏连后照镜跟仪表板都显示复刻 如果在游戏出车祸闯关失败 画面也会显示车祸原因与记录动画 让玩家一目了然车祸状况 透过这个闯关游戏 可以让行人借由这个游戏之后了解 我们整个在用路人应该注意的相关安全 也透过这个游戏 那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用路人的一个安全的舒适环境 同时减低我们交通安全的一个造势率 现在只要上Google Play商店搜寻虎口防撞 就能免费下载游戏 桃源建立正希望透过游戏寓教娱乐 让民众了解过马路前摆头停看厅的重要性 进而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欢迎大家踊跃下载体验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道